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大戶投行 講講故情況,今天講故相當反覆 早段升過200點,上升至25,300點以上 其後升幅慢慢收窄,以至倒跌 一度又穿過25,000點,最後全日都要跌著收 跌7點,收25,049點 成交又差無幾,農藝日是1,273億 今天早段能夠做好,多得騰訊,英俊 突破了頭肩底的狀況,升2.9% 只不過,匯豐腳軟跌1.5% 穿上升軌,加上各泰早段是小,衝上去 一百天線,前浪頂也穿過 其後回落,最後全日先升後跌 加上本地經濟股,包括地產股,腳軟,拖回市 全日要跌7點收市 整個市大形勢,今天的市反覆之後下跌7點 升主要是多得騰訊,一隻股貢獻69點 回軟下來,受回風所累,跌37點 7點來講,不覺不是一個大的幅度,沒有什麼指示性 要看其他因素去判斷後市的情況 一方面,也要看外圍,外圍形勢仍然向好 雖然有7點跌幅,但外圍形勢並未轉差 首先,看看美股先,這就是納斯達克指數的走勢 昨晚收市9953元,穿過10,000點,再創歷史新高 連續兩日就看到,連續兩日就收在前浪頂支上 技術上是走勢強勁 美股走勢強勁,顧資源對港股來說是一個利好的推動 或者支持,而更加重要是回到剛才我點題的幾個字 大糊頭 這次美股上升,除了技術走勢好看之外 市場因素好像也有利 原因是大糊頭路逐漸出來投降 當然是看淡的大糊前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一個,Stanley Drokermiller 以前有索羅斯的頭馬 當年梁子基金的軍師,昨天已經說了他是投降 因為說自己,市勢勢反彈,比他預期勢 說他低估了聯儲局的威力 以及低估了市場對重啓經濟的興奮程度 還說他估計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會再升 股市,這就是昨天的情況 今天另一個大糊跟索羅斯也有關係 關係是大家都吸數相約的 就是Paul Trudeau Jones 叫做忠思先生,他也叫做出來投降 之前他對股市比較審慎 但現在他又說,看到這陣子股市這樣升 他的說法就是,這陣子即使你上社交媒體 有人諮詢,即是股票買賣意見 都比找一些專業投資者去問他們的意見 只是換言之,散戶的意見可能比專業投資者更厲害 原因是,市場升到一年,很多專業投資者都不知所措 或者大失去預算令他們 原因是,其實低估了聯儲局和美國政府的刺激經濟力度 現在這種情況之下,估計美國經濟衰退會很短 跟以往不同,因為之前比較看淡 就是,通常股市經濟衰退時,都不方會有好表現 但今次發覺,經濟衰退和以往截然不同 會很短,所以對股市的看法就不敢再暢淡 即是有些投降的意味,即是點提幾個字 老老總投降,市場升上升 當然,對市場來說,氣氛肯定有利,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外圍好,最近節目都說過不止一次 美匯指數仍然向低走 最新檢查出來的就是96.17 穿了三腳形後,一直反覆向下 曾經只有一枝陰竹,楊竹仔,其他全部都陰竹 走勢是極之弱的 都經常說,美匯指數弱,股指然對新檢市場貨幣以至股市有利 事實上,今日港元以至人民幣的走勢都是偏強 人民幣再升,又向七個方面進發 港幣更加是,港元貼著7.75強保證 搞到金管局今日又要入市 入市至6月4日以來,入市了很多次 向銀行的注資超過二百多億 整個形勢好像都是有利的 無論是股,外圍股,外圍匯的形勢 都是對港股有利 雖然外圍形勢有利,但香港本身也有因素 要跟大家說一下,可能是暗勇 要值得留意,不可以輕視 一方面,剛才提過,匯豐今天是其中一個拖市下去的股份 一隻股貢獻了37點的跌幅 為何這麼淒涼呢?匯豐 其實跟港區國安法引伸出來的魚波有關 因為港區國安法最近又有新的消息 關於匯豐的就是蓬佩奧 就是個肥肥的美國國務卿 就出來批評匯豐,說是卑躬屈塞對中國政府 就說國際企業太依賴中國市場是很有問題的 批評匯豐,又批評渣打 因為這些企業都表態支持港區國安法 被美國政府批評市場當然有點害怕 因為這個美國政府不是人品的 他不單止對不同國家指手滑腳,動手動腳 而可能對企業也曾經做過不少事情 比如華為蛇被搞,現在這樣挑出來 如果我們罵匯豐,罵渣打,究竟會怎樣呢? 所以今天跌都是有道理的 畢竟美國政府不是人品的 被罵一罵,大家要害怕 加上另一個港區國安法的魚波 就是日本政府突然跳出來說 計劃在G7裏面主導一個聯合聲明 談這件事,亦是令中密日關係出了少許暗勇 與此同時,港元,剛才提到港元 本來形勢不錯,7.75,不用怕 但是有一個港元的大漢友又跳出來 就是圍勇天下不亂 這個就是Carl Bas,成立基金,會追擊港元 主要是買期券,如果港元在18個月之內 跌超過四成,就會賺六十多倍 這樣說,嘩,又出來這樣搞 對港元多了少許,有點麻煩 加上今天講香港股票,市場的股東金額很大 18%,總金額佔18%,顯示比較多 通常超過15%就算多,20%就更多 我現在10%都不小,顯示好像動手動手動手動中 如 rainy日 在多數個暗勇之下,投資者也要注意 雖然外圍光滅也好,也要小心香港暗勇 因它顯示廣故聲勢受到影響 接下來要注意2-3件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當然今晚聯儲局 開完兩日會,今晚凌晨兩點多就會有公佈 究竟今次聯儲公會講些什麼呢 會不會市場解讀它的說法令到出現不同的走向呢 大家要留意,現在好像一片大好 聯儲公會再釋放甲的訊息 還是開始講一些不同的東西,大家要留意 這就是第一個,第二就是港股自己的走勢也要留意 今天連續兩天,稍稍升穿一百天線之後回軟 連續兩天,一百天線是得而復失的 好像一百天線之上的沽壓不少 我之前節目提過,一百天線既是25100水平左右 而25100水平也是下跌烈口頂部 支援,補完之後幾次都不能再衝上去 這是否25100是否一個反擊的據點 頂住好友,大家要留意 第三要留意,就是本地經濟股 就算投資者都有些樂觀想買貨 都要避開本地經濟股 因為走勢很弱,譬如信和跌2.5%,本地地產股,九龍倉事業更大,4%又多 可能跟最近傳出樓市方面,很多投資者也好,用家也好,便宜價來賣盤 但經常出現標題,鎮省樓市,鎮省樓市,可能令整個氣氛差了 加上國安法的餘波未了,越接近正式通過,可能越多東西搞,西方那邊 所以都是對本地經濟股構成壓力,如果真的要吸納,都可能以中資股為主 包括來引股,來引股仍然受到北水的青來,最近的欠資仍然繼續舉牌,或者增持了 所以要留意中資股為主 說到這裡,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